财政部长穆利安尼近日表示 有关12%税率商品的讨论进程已进入最后桥定阶段 并将根据社会各阶层的情况进行调整 财政部长穆利安尼本周三在2024年国家首支预算案新闻发布会上强调 有关12%税率的商品讨论进程已进入最后桥定阶段 这一阶段需要进行多次修订 并根据社会各阶层的情况进行调整 穆利安尼还说虽然奢侈品的税率将提高 但基本需求公共服务电力和公寓的税率不列入范围 政府正根据法律和公正原则为相关政策做好准备 aspirasi masyarakat tapi juga keadaan ekonomi dan kesehatan APBN 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了 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 Download Metro TV X10 sekarang